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香港主权移交以后 香港的民众反送中抗争 昨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市被民众举行了七区集会 和香港的八公八客八市 警方再次出动了大批警力 暴力驱散人群 冲突中有148人被逮捕 最小的只有13岁 8月6日港澳办救香港的局势 又召开了记者会 要求香港的家长 把愤怒的孩子领回家 同时还表示林郑不会被迫辞职 并且要求香港的司法机构和警队 绝不能手软 不过对于是不是出动中共的部队问题 发言人仍然是回避 另外有消息说 200多位港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明天将要到深圳与中联办座谈 一时深圳 这显示出这次会议的层次可能会更高一些 这也让外界更加关注 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有分析提醒 中共很可能会动用大陆的公安潜伏到香港 以暴易暴对付港人 香港的反送中 昨天这个新阶段是多地的民众发起不合缩的运动 室内多个行业运营已经被延期和瘫痪了 香港的机场有超过250架次的班机被取消 早间还有多条地铁路线没有办法正常行驶 许多交通干道也被迫中断 除了参与的95个公会以外 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也向员工发出信 说尊重同事用罢工的方式表达诉求的决定 有700位演艺界的人士10名联署 呼吁多个演艺团体响应这个罢工行动 还有近800名金融界的人士 和部分四大会计所的员工展示了员工证 表明他们愿意加入罢工行动 此外30家香港社会福利机构组织 也组成了反送中社福联合阵线 有2000多名社工参与了罢工 几十个单位是关门停业 香港的电台商业电台多名主持人 也以个人的名义响应罢工 另外包括长春社和绿岭行动等18个环保团体 也跟香港的各界民众一起守护香港 在申请集会的这个7个区当中 其中6个区集会得到的警方不反对通知数 包括金钟天马公园 旺角麦花城球场 屯门文娱广场 黄大兴广场 大补风水广场和沙田百步梯 全曼区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集会 但是有不少市民是前往这个全曼公园 赏花赏树思考香港前路 大家知道香港有个口号叫Be Water 香港民众争自由 就像水一样的灵活 而遍地开花的局面让警方更疲于奔命 这次民众抗争长达15个小时 一直持续到6号的凌晨3点左右 才高平息 不过有不少地方也发生了警民冲突 港九新界在中午前就出现了骚乱 警方在烈日下发射了多枚催泪弹 在北角和全湾地区 白衣人再次出现 手拿着长棍向示威者叫嚣并且追打 不过由于他们势单力薄 最终是被那些示威反抗者把他们给击退了 但是在这两处白衣人出现的地方 都没有见到警方的身影 大家知道自从721元朗黑夜事件以后 这个白衣人已经成了黑社会暴徒的代名词 所以现在流传这么一个段子 说香港这地方实在太有趣了 公布员 医疗界 教育界 商界 宗教界 法律界 民航界等等等等都在反政府 唯独只有黑社会称政府 另外在旺角 大约有300名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 在凌晨2点半从警署冲了出来 跟包围警署的示威民众进行对峙 随后沿着弥顿道向尖沙嘴方向推进 警方还出动了外号叫瑞伍的装甲车 跟随在这个防暴警察的后面 在深水部 警方发射的催泪弹 击中了一名摄影记者的头部 当时是血流满面 同行的记者担心了防暴警察 会踩踏这个受伤倒地的记者 于是用手阻挡警察 却被防暴警察粗暴地给拉扯走了 尽管他当时身穿着明显的荧光背心 也有明显的记者字样 而且他也出事了记者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警察仍然把他带回了警署 不过20分钟以后他获释了 这位记者告诉其他的记者说 警方说这是一场误会 已经向他道歉 据港警公开资料显示 从6月份香港民众反送中 一直到现在已经被抓的人数 达到了568人 最小的年龄只有13岁 最大的是76岁 警方一共使用了大约1800枚催泪弹 170枚海绵弹 还有300枚橡胶子弹 但是警方没有说明这些武器 具体使用情况 讽刺的是 龟缩了很久的林郑月娥昨天一早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不过他仍然没有回应民众的五大诉求 他说现在事件已经变质了 从纯粹反修例到了挑战国家主权 并且他还说纵容暴力会让问题更难解决 对抗会使香港造成玉石俱焚 香港局势不断升温 有香港媒体披露 明天200多名港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将要北上深圳与中联办座谈 说是座谈 但消息人士说 可能是北京要一锤定音表明态度 据说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还有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也都会参加 这个消息 不由得让外界想到 正在广东深圳举行的警方防暴演练 有不少香港的舆论和中国大陆的网民 就把这个演练看作是 中共要越境镇压的一个准备 不过时事评言桑普认为 大声叫的狗是不咬人的 不叫的狗才会咬死人 中共这么大动静 他说很可能就是虚张声势 吓唬人 主要是给国内的百姓看 对于港澳办发言人说 香港需要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桑普对自约大洲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说法等同于是鼓吹以暴以暴 中共所说的正义力量 桑普说基本上就是黑社会 还有他的党的奴才 形成了警黑勾结的重要力量 不过桑普也提醒香港的民众 中共是有可能让大陆的公安 潜入到香港的 乔装成香港的警察 然后以暴以暴 对付香港市民 对这一点 他说香港人一定要防 好的 感谢您关注 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